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初宝的样子 你第一个初宝说 你看我这个何首屋 新换盆运营机是不是要改了 新换盆的是 然后上面发尼呢 主要是最近天气特别热 容易那种发尼 剪了就行了初宝 嘎盆嘎盆剪掉 你别洗根换 你洗根换腿了 你要洗根换腿了就剪脱脱的重新发 不用强光爆菜 何首屋比较耐硬的 解决方案就是修剪啊 下个初宝 嗯 换盆了发尼 用了老花姨的生根叶也不见好转 你这个是鸡水欧根啊初宝 脚叶 反尼 不是你用生根叶就能好转的问题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为止 好吧 然后呢正常的给足光照 你这个发黑它是水大缺光而导致的 不是说你用生根叶的事 那就是 嗯 有毛病 用了啥不好使 那么你的对症明白吗 下个初宝说这个月季咋回事 前段时间 长出来 这就发黑这那的 月季修剪了就行了 还是水大缺光通风炸 这连续两个花友了 就水大缺光通风炸 月季很强大 有多强大呢 你们记得我那个去年买的两个大月季 然后呢我春天的时候回来了一趟 得红蜘蛛了 我给他打了一边药 我没接着打 然后没人管我扔到那 然后你看现在 一届子全掉没了 我刚来的时候要死了要嘎了 然后我浇上水 你看现在那边 这个啊 新长出来叶子 有点白白的黄黄的 就是有点缺硬 月季这东西呢 萌叶能力特别强 它的可逆性很强 它能够自知死地而后生 明白吗 你别把它当成一个很娇弱的小宝宝了 尽量的给足光照一下啊 兔宝别的没啥 适当的修剪用点杀菌药 你不知道用什么药的时候 你可以联系我们家客服 找那个他要那个套餐 有那种套餐的 用药啊给光照 适当的到时候等好一点的再给点肥料就好了 下个兔宝说你看这个秋海棠 它叶子为啥这样啊 一个俩的这样你就不用管 明白吗 剪了就行了 我大就是找个媳妇老漂亮了 他说哎呦 他那个脚上有块太异老老男干了 这咋回事 爱事吗 爱什么事啊 他就说哎呦 不光这脚上有 这大腿内侧也有 我看看我看看 不爱事你又看不着 管那是干啥呀 这个没事啊 又一个俩的不要赢啊 像是我说自得花总是养不好 搞不懂自得花 他喜欢大阳光大水和大肥 没有光照就不要养了 明白了吗 你光照好 然后呢回去以后适当的修剪一下内藏 别的没啥 你这个都是水大缺光通风差导致的 别的没毛病 话一说 你不是说大水吗 我多浇的时候咋了 他要有大阳光通风好 你要这种气候 如果是我们把现在我们自治花放到外边 起码一天的泡两回 你光焦都不解决 你泡两回一回泡半小时 一早泡半小时下午泡半小时 泡两回因为那杀土的 如果说你在室内光照不好 你天天嘎嘎吃 那个水上那不行 明白了吗 所以你阳光通风好了 其他都好说 明白了吧 这就水大缺光通风差而导致的了 一个阴气就这样了 可不得吗 下个座宝说的粉龙咋回事啊老外爷 这晒伤 减了就行 然后呢还有点黑板 用点药就主要还是缺光导致的 你把下面这种叶子揪掉就行了 它下面的不老是黄吗 你给它揪了 不好的叶片给它剪了 适当的用点杀菌药 加强一下光照 别的都没啥问题 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个 题外话 就粉龙的话一年就开一回 春天开的比较哇塞 七月的时候不怎么爱开 懂了个事就行了 好了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啊 其他有问题 视频上也要 我说的话一 然后最在一 白了吃吧 嘿嘿嘿嘿 嘿嘿嘿